6月经过了台北国际电脑展Computex以及股东会命题的召开期 整个6月MDJ团队的记者们都处于东奔西跑,形成满档的状态 终于股东会于6月底正式告一段落 台股近期也出现涨多回档的动荡格局 正式进入下半年,未来走势将会如何 接下来就进入本周的DJ有事吗 首先先谈美股,据国泰证券国际金融处表示 如果就7月上旬来说,消息面算是清淡期 大概比较偏向市场上资讯的消化 包括经济数据、就业数据等等 以及第四周会有PMI的指数 到7月下旬就可以期待8月的奥运开幕等等 至于近期对降息或升息的讨论,国泰证券认为 以上个月点证图中位数来看,还是偏向降息的走势 有的叫鹰派的委员会偏向维持利率水平 以大方向,今年应该还会是降息或是持平走势 至于在美股投资布局上 国泰证券认为,7月预料会维持震荡偏多 AI类股当然还是必须要留意 近期NVIDIA以及相关个股已经有修正 紧接着7月中旬,则开始第二季的财报会陆续公布 先前投资人多是中信片乐观的看法 若财报没有预期好,有可能会回到比较悲观或是疲乏的现象 而在类股的方面,国泰证券认为 科技股还是可以琢磨 包括跟AI相关的五巨头 Server、半导体、散乐 但这些公司都已经涨多 可以多留意真正在AI产业中有机会变现的企业 譬如有说有些中小企业无法自己投资建构云端 则会向云端服务公司采购的需求 另外,落投资人喜欢长期布局的 除了在云端发展的AI外,边缘AI的运用 像高通所推出的晶片可以应用在手机或电脑的边缘AI市场 有修建的话也可以buy and hold 在台股的部分,结束了6月的股东会月这个资讯量爆炸的月份 仅如7月份,记者的活动行程也很明显地大幅减少 在半导体的部分,矽晶圆厂商合金将在下周有一个媒体参序 合金在完成集团上海合金在上海交易所科创版的挂牌后 两岸的生产配置以及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这一次的参序预料会分享集团在两岸12寸矽晶圆的布局 以及公司在化合物半导体的发展策略 记忆体模组厂商以鼎下周则有新厂启用的记者会 以鼎被视为挥大概念股 董事长也受邀日前黄仁勋在台湾的合作伙伴晚宴当中 公司本来在宜兰就有生产基地 而宜兰二厂将在下周正式启用 规划一厂将集中生产工控以及物联网储存模组 二厂则配置AI系统、周边产品以及视觉辨识相机模组的产现 公司在AI系统的发展上也随着客户的落地加速 效益将在今年下半年起到明后年显现 另外,下周也有记忆体大厂滑邦店的记者会 公司看好立基型DRAM以及快闪的记忆体价格 应该会跟上复苏的脚步 其中Nufresh因为中端装置的容量增加 通路端的库存去化也到尾声 需求预估会缓步增加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乐观 而在DRAM的部分 DDR3的涨价启动 华邦店也扩大投入DDR3的产能建制 高雄厂20奈米制程将在第二季扩增到1.4万片的规模 预估今年DR3的出货量可占DRAM总营收的5成 半导体设备厂商泰生也将于下周 在中国有一个南通新厂的开幕记者会 泰生主要的产品包括雷射切割机台 电浆清洗机台 SIP雷射切割机 雷射钻孔机等等 早期的客户以半导体封测厂为主 之后随着一直整合技术发展 而延伸到前段的制程 重要的客户包括日月光 台积电 英特尔 一发半导体 而为了支应客户的需求 公司在两岸东南亚皆有建厂的计划 公司今年也顺利卡位 美系IDM大厂 以及晶圆代工龙头的先进封装供应链 看好今年营收有望足迹走生 全年跳钥匙成长可期 另外下周7月3号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联合记者会 就是成品跟印刷电路板产业的龙头 真鼎KY与一个共同合作的记者会 双方会携手打造真鼎的企业总部大楼 真鼎过去主要的生产基地 在大陆为主 公司在去年取得高铁桃源站2835平水利鼠的70年地上泉 预计新建企业总部大楼 未来成品将进驻 将在新埔打造温暖可亲的阅读与文化生活场域 成品今年营收预估双位数成长 利品转回为盈 另外下周也有一些跟暑假有关的记者会活动 7月4号灿昆暑期促销将开跑 公司看好下半年AI产品带动手机 电脑等换机潮目标全年营收赚回200亿大关 而在金融股的部分 台信银行下周则有信用卡的活动 运用数据分析及优化数位平台 将经典品牌玫瑰卡、太阳卡权益翻新 让消费者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累积点数以及兑换点数 另外玉融旗下纳志杰也将举办 纯电新里程的感谢记者会 因为纳志杰纯电车款N7启动第二波预购创下家机 不到一周就超过3000名的新会员加入 潜在订单突破3000张 而且首波预购也创下超过8000笔订单的成绩 预计将在记者会发布加速纯电未来普及的回馈方案 在热门族群的部分 根据XQ全球赢家的选股策略 我们选出基因检测族群以及太阳能族群 在基因检测族群的部分主要涨的是训联集团 题材面包括公司日前在25周年庆活动时股价有所表现 这个活动我们在之前的有事吗节目中已经有提到 未来可以观察训联瞄准外密体专业代工的商机 现在已经有跟几家国际医保或保养品牌联名 另外就是再生医疗相关临床切割的训联制药 预计10月登陆新柜 是训联集团的第三家要走向资本市场的子公司 其他再生医疗相关跟长的题材 则包括有19种癌症的次世代基因定序纳入健保 另一个就是再生医疗法的三读通过 在太阳能族群的部分 领长的个股主要是上周才正式由创新版 转到一般版上市的云豹能源 由于AI的发展 挥达释出讯息想要来台湾打造数据中心的意愿 但需要充足的绿电 也像国内第一大绿电交易平台 云豹恰询采购绿电 连带推升族群大涨 包括宏德能源 森薇能源等拥有绿电交易平台的业者 也都同样受贿 以上就是本周的DJ有事吗 很快的今年已经过了一半 但短短半年台股加权指数已经涨了超过5000点 下半年MDJ团队也会持续跟大家分享产业 以及共同学习 那我们就下周见咯 拜拜